大家好,今天是周六,11月11号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因为应该是载入史册的 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周五这个行情突然大幅的逆转 其实一个catalyst应该是说台积电 我后来才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事情触发在一块的一个事件 所以周五这个行情微软创新高 Apple一开盘就直接爆拉 那么这个行情有点意外 因为周四的时候整个的行情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为什么周五突然暴涨 那么我来给大家谈一下看法 因为单单跟咱们这些会员讲的 可能这个传播面就比较有限 那么这条新闻是非常有趣 因为台积电在周四公告了它十月份的业绩 十月份的revenue 那么这个是一般来讲 但并不是报业期 而是说它在报十月份的 就是说它的revenue的情况 那么根据这个网上的文章 说这个应该是一个surprise to the upside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 其实除了NVIDIA之外 大部分的晶片行业 它整个的走势都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的SOXL 那么这个就是台积电这个数字 就是应该说说明了整个的 晶片行业出现了一个逆转 那么这个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AMD 对吧 AMD台积电涨了6% 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应该说这个 最近这个台积电 它一直是比较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那么说明这个消费者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逆转 因为从台积电从6月份以来 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是吧 那么主要是比如说大家用手机 或者用平板电脑 或者说用桌面电脑 都出现了一个萎缩的状态 那么这个台积电呢 它突然这个走高 那么前一阶段你可以说 这个大盘是因为这个B空的行情 是吧 那么整体它还是在跌跌了以后反弹一下 那么这一根呢就说明整个的消费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整个的台积电 包括这个AMD 包括这个AMVD 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个造成纳指 特别是苹果 因为我在咱们做直播间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苹果非常的奇特 因为这个苹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苹果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苹果它开盘啊 它周四呢也是和大盘一样 是吧 咱们三十年国在拍卖不顺 然后鲍威尔讲了一个鹰派的讲话 市场果然拐头了 是吧 但是呢 它开盘之后呢 它并没有怎么样开始回车 而是高在最高点 一直不肯下去 一直不肯下去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通常这个最近一周啊 非常戏剧化 因为这个特斯拉这个业绩 特斯拉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这个券商的报告啊 所以特斯拉这个走势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领涨的股票呢 比如说微软 微软的它也是不走的 60分钟图连续两根霸就横在这里 它没有下跌 反而这个大盘呢 比如说SPY 它是拐头 QQQ 其实 大家可以看 QQQ还是在第三根霸 60分钟图 也就是说 咱们三小时之后呢 才拉到这个 Apple 它就是连续两根霸 它就没有蹭 没有下来 SPY呢 相对来讲更弱 它这个开盘之后呢 还往下拐了一下 还拐头 去补这个缺口 然后再拉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说明 空头呢 它这个补仓呢 已经顶在那了 那么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讲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这篇文章呢 是新浪 今年9月26号的文章 今年我跟大家讲过 大家 昨天我在美洲华尔街 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说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对冲基金 连续14周做空 对冲基金 陷入死尸般的 垄断挤压 Short squeeze 是吧 那么去年这个时候呢 对吧 这个是9月26号 他说以六周期来讲 去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呢 是做空 非常激烈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一下 结果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去年9月份 去年做空的时候呢 标普从六周内 从低点飙升了14% 那么这个呢 去年呢 比今年呢 还要少一点 去年是连续六个月 对冲基金做空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去年10月份 这个走势和今年10月份 是完全一模一样 大家还看一下吗 是吧 你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6月份 是10月份的时候 他六周连续做空 今年是14周做空 是吧 所以这个位置呢 空 很多人特别迷信啊 我们学习小散户啊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特别崇拜 这个机构 我也搞不懂 反正上涨都是因为 机构买了 散户抛了 是吧 散户是 是啥逼来的 但是机构 牛逼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机构里没有赚钱 有赔钱 第二 机构如果天天赚钱 我认为啊 巴菲特 比尔盖茨啊 都不应该是 排亿万富豪 都是这些机构了 天天赚钱 是吧 赚钱都是机构啊 那么这些机构 应该都是在排行榜 那那美国 华尔街不都是赚的 盆满国满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去年的六月 去年的十月份呢 连续做空六个月 六周 那么标普呢 涨了14% 但是咱们今年涨了多少 只涨了6%到8%左右 是吧 周一 周五的时候 又涨了一点 但是总体还是在6.43%左右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 我觉得大盘应该去创新高 当然如果我们回头看 这个十月份的行情 去年十月份的行情 它也是来的一个 来的一个比较 怎么样 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比较震荡的一个走势 所以周五呢 都让大家 很疑问 因为第一呢 周五呢 应该没什么行情 但是呢 周五我们就看到 这个台积电的关系 台积电的关系 那么第三点 我就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也自己 亲身经历过 华尔街的逼空行情 周五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 我嗅到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 不同的一个味道 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 我说在4414标普这个位置 你要坚决的做空 那我们很多 五四小白呢 就很害怕 很害怕 在4413 4414这个位置 他不敢买 他觉得很吓人 因为咱们周三的时候 也曾经经历过 在这个 14134407 因为这个大盘 一直拱到这里呢 这个按照这个技术分析呢 是的确啊 在这里的震荡 对吧 没有突破 但是这次又突破了 你怎么处理 你怎么处理 周五的时候 就打到这个位置 你看他 他就是在高位 正正正 他在4314 4414这个位置 拱拱拱拱上去 那么我自己参加过 这个逼空大战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个消息呢 引发了大量的 因为台积电这条新闻 太重大了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台积电它是报年月报 月季报 对吧 然后是每个月呢 它公告这个revenue 那么revenue突然出现了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攀升 说明这个 给市场传出一个信息呢 就是晶片行业已经建立 这个其实台积电 应该在最近消息来讲 台积电自己已经开始买 自己已经开始买了 内部的股东 包括他的股市长 都说这个晶片行业已经建立 但是没有人相信 你给我看数据 对吧 除非看数据 那么我觉得就是第一 台积电的新闻 亮瞎眼 造成这个 这个TSM的大量的 这个上涨 这个造成TSM TSM是 应该说 如果不是老一 就是大 老大就是老二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台积电一开盘 就逼空了 这个AMD 它是不像这个MV 完全是AI的概念 它这个走的也非常非常的轻 所以整个的晶片行业 带动了纳指走 最后把这个标普也给先翻掉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华尔街的大鳄的利用周五的去逼空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能咱们这个周五的时候呢 很多的对冲基金 被迫的逼空了 因为他这个周五被margin call 对冲基金通常会在高盛 Morgan Stanley这些大的投行里面开户 然后呢 Morgan大摩呢 会给他们或者高盛呢 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杠杆 这个比尔黄啊 也是一个很牛逼的 他是以前是老虎基金的 中国区的CEO 那么他是大赚大赔 最近也签上了一个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把这个瑞尹呢 给打爆了 他也做很多CFD 很多朋友不懂这个什么叫CFD CFD就是一个欧洲的产品 所以他呢 赚了赚了很多 但是亏呢 也是亏了很大 是吧 所以呢 他这种 就说明华尔街里面的杠杆是非常大的 那么周五呢 可能面临了一个margin call 所以这三件事情 交合在一起 引发了一个 就像咱们这个网红 在这个YouTube上说的啊 好像是空气动动 弥漫的烧焦的味道 啊 烧焦的味道 那么这个行情我觉得呢 啊 如果我们按照咱们美洲华尔街里面讲的时间之窗 啊 还要涨 还要涨 所以这个虽然周五的时候呢 盘后 啊 目的呢 给了美国一些麻烦啊 我们看到QQQ啊 盘后都跌了 因为期货都不交易了 好吧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还会 还会冲一下 还会继续冲 啊 还会冲 所以啊 这个没办法 因为他这个逼空呢 会很连续 如果我们看去年的十月份的这个行情 是吧 去年十月份的这个行情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历史是一枚镜子 对吧 他这个涨上来 然后怎么样 他这个拉高了之后 如果我们把这个十月份的QQQ这个走势足 是吧 他在这里也是 大量的下跌 是吧 这个和咱们现在是走的一模一样 但是 今年呢 走的更高 啊 因为对冲基金 他在这里呢 是的确做工美股 去年和今年是完全很类似 大家都预测 2023年美国将进入衰退 结果美国的整个的经济报告显示呢 他没有衰退 当然我们也 也可能 现在又是重演 2023年的时候呢 现在美国的大部分呢 比如说 很多的这个 大佬 JP Morgan的大佬 都说美国要衰退了 明年要衰退了 美国的债权之王也抬退了 所以对冲基金就来了 是吧 对冲基金是能够闻到 血腥味在千里海外 他都会跑 飞快的 飞快的来到这个市场 来血腥的做空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到10月份 去年10月份 这一个做空行情了 结果我们怎么样 10月份出现了一轮暴跌 是吧 11月份 这个涨多少有跌多少 然后呢 再坚强的停起来 再坚强的下来 再坚强的停起来 那为什么 最终就是说明啊 经济 的确没有出现衰退 因为当时 2023 2022年 我们看报纸 我们看这个媒体 包括老王在内 对于所有的基本面 我们轻松 轻松感受的 都是非常的悲观 结果呢 历史证明 没有这么悲观 那么今年会不会这样 现在的对冲基金 已经达到了14周的 最大的 最大的周空量 这个股票会不会涨瞎眼 Vivoc 好吧 欢迎喜欢老王 点赞 然后呢 加老王的微信 Chinese FM 2022 参加股票全和老王一起讨论 电话 800958 8561 谢谢大家